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开始加息英镑到2019年底涨到1.45到1.50 关于欧元区的利空出尽了吗 意大利到底怎么收场 德国到底如何震荡 英国脱欧到底结果怎样 解儿还真的是给不了确切答案 欧元区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这个问题真的比较难解决呀 我看还有人给出了策略 逢高卖英镑 可问题是英镑多高算高啊 但来说本周原油化身跳水渐降 周初就给大家上演了一个高台跳水表演 让油价是一落千丈 一个月跌光了九月的涨幅 回想十月份 咱们国内成品油价正式进入八元时代 很多车油都不淡定了 纷纷进户 决定卖车了 油真的加不起了呀 如果您的爱车还没卖 那么恭喜您 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估计本周五呢 这次油价调降的幅度呢 还会达到年内的最高 到时候我们用油的成本 将回到八月的价格了 惊不惊喜 一无一无 大家也不用过分担心啊 虽然现在国内的油价涨的幅度 总是比跌的多 但是国际油价想要爬坡 也是不容易的 咱们还是可以 好好享受一段 相对低的油价时光啦 周末 记得给你的爱车 加满油 我是A姐 下周五 我们不见不散